这一个进球打开了吴伟的虚假联赛的进球账户 然而翻开吴伟拳背的记录 却发现在吴伟面前还有一对半身等待他超越 吴伟虚假除此球 不顾此前中国球员在吴伴联赛的表现 但吴伟之球仅有四位球员 在吴伴联赛取得过进球 他们分别是杨成 邵嘉一 孙俊海和郑志 其中同类前分别杨成和邵嘉一 分别打进了16球和4球 而身为后位的孙俊海也有三个进球进展 而老队长正志 在游数不多的中超比赛中 也生活过一个进球 从目前来看 李伟的真正目标 无疑是打进最多进球的杨成 杨成在得贾效力的65场比赛中 打进了16个进球来交10个助攻 1998年7月 杨成以375万人民币赚会费加盟得贾法兰克福 他也是中国球员登陆五代联赛的第一人 首个得贾效力 杨成就出场23次 日球8个 99 零龙得贾效力 他出场27次 日球4个 零零 零零得贾效力杨成出场15次 日球4个 还在零二年 他加盟了德宇的胜宝利 在德宇联赛出场29次 日球5个 杨成加盟法兰克福对于伍伟来说 出场5场打入5个进球的效力 只能算中规中矩 同时对比杨成在24岁就加盟得贾相比 现能27岁的伟伟 必须要尽可能延成自己在5大联赛的职业生涯 才有机会挑战南城16个5大联赛进球的记录 当然 对于正阶段的伟伟来说 先做好自己才是最关键的 中国球员在欧州5大联赛出场进球 助攻依然表明 完成 德甲 65场16球10中2 上 交一 德甲 67场4球3中3 孙俊海 英超 123场3球 金注4 正志 英超 12场1 球灵注1 再点5 林磊西甲 5场1球灵注1 再点6 英超 英超 34场灵球 三注西 哈晋 米 德甲 14场灵球 灵注8 李金理防甲 1场灵球 灵注9 张成栋 西甲 1场灵球 0 注10 林磊 英超 1场灵球 灵注11 董方哲 英超 1场灵球 灵注中国球员 在欧洲五代联赛 进行产次